41岁人家轩泪崩宣布怀孕。离婚后恋上小7岁男友,两人仍未结婚。 3月13日,知名歌手人家轩Selena泪崩宣布怀孕,目前已经12周,腹中胎儿正稳定成长中。 消息一出,网友们纷纷留言恭喜。 她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音频,坦言,这是我人生中很不可思议,很美好的一件事情,所以选择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喜悦。 人家轩表示是去年在越南石怀上的,她对当地的特产妖果印象深刻,因此给宝宝取名小妖果。 跨年时,人家轩觉得胃部不太舒服,检查后发现怀孕,激动到大哭,她希望大家可以祝福小妖果。 经历了烧伤仪式后,人家轩的人生陷入低谷。 当时的男友张成忠出于责任娶了她,但婚姻生活非常不协调。 2016年,这段维持5年的婚姻画上句号。 婚姻失败加上伤疤,人家轩一度不愿再接受新恋情,直到认识圈外人小徐,才再次打开心房。 小徐虽然比她小7岁,但非常懂得照顾人,几乎包办所有家务,让她爸妈很是放心。 早前两人与家人一起踏青,认爸认妈过于开心,发布和饮食忘记给小徐打码,她不算很帅,但样子看起来很斯文,跟人家轩同况很是合称。 如今两人迎来爱情结晶,可喜可贺。 对于结婚人家轩还是很畏惧,曾多次公开表示不会考虑再婚。 之前受访时人家轩直言,如果求婚足够惊喜可能会答应,但只会厌客,不想领证。 现在她已怀上了宝宝,祝福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,幸福美满。